水母说电影 内涵你会懂 大家好 我是小飞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部 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 《回家的路》 整部电影充满了绝望感 在这部分人的背后 牵扯出无数社会底层的苦难与无助 水河和小白是一对平凡又恩爱的夫妻 两人共同经营着一家汽车修理厂 还有一个可爱的女人 心地善良的水哥帮西装男做了担保 但由于西装男生意惨败 竟然上吊自杀了 他所欠下的两亿韩元 全部压在了水哥身上 为了尽快还清债务 水哥便卖了家产 搬到了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居住 走投无路之下 水哥找到了短发哥 短发哥声称 自己在国外矿地发现了金矿 但需要有人带回国内 为了帮助水哥还债 小白决定背着水哥铤而走险 可就在小白按计划返回韩国时 却被法国海关拦了下来 海关打开小白的箱子 发现里面装着满满的毒品 小白虽然很无辜 但还是因为走私毒品被警方拘捕 他被关在一个监狱里 受到了隐秘的监视 他试图取得丈夫的联系 却没有人理会他的要求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 小白由于语言不通 孤独无助 一天 狱警前来带走小白 无助的小白跟在狱警身后 一遍又一遍地询问 是要回家了吗 可以回韩国了吗 现实是残酷的 他只是被转移到了 马提尼哥岛的监狱里 在那里 初来乍到的小白 收到了狱友们的百般麒麟 因为吃不饱饭 他靠捡育友的面包屑冲击 变态的监狱长 甚至企图强奸他 这一切都让小白受尽苦头 每到深夜 小白总会被噩梦惊醒 另一边 水哥也一直四处寻找小白的下落 他一边打工 一边寻找证据 为小白洗刷冤屈 终于 水哥收到了小白寄过来的信 得知小白的见况后 水哥喜极而泣 在警方的努力下 终于抓到了短发哥 他也承认了 小白对整个案件的不知情 就在水哥认为 事情终于告一段落实 又一个突如其来的坏消息 降落到这个家庭中 巴黎大使馆的员工 因为个人疏忽 没有将审判记录 及时送去公证 导致小白的案件 一直没能及时处理 一拖再拖 虽然水哥 一次又一次的打电话给大使馆 小白也一次次写信 但是大使馆的员工 忙于讨好上司 此时被他忘得一干而净 绝望的水哥只能求助媒体 他想借助舆论的力量 引起人们的注意 他在网上祈求人们的帮助 很快 他得到了人们的回复 迫于舆论的压力 受理案件的大使馆员工被撤职 小白的案件重新审理 最终 小白被判尤其徒刑一年 而实际上 小白已经在狱中过了两年 虽然事情告一段落 但是小白却高兴不起来 那多出来一年的时间 是那些身属其位 不谋其政的官员无法补偿的 影片最后 小白出狱回国有一段时间 这时 大使馆打来电话告诉水哥 小白受审的消息 水哥听着这吃赖的消息 默默地挂了电话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交友虚谨慎 也要相信正义的力量 在互联网时代 让正义更正义 我们也可以借此 来维护自己真正的权益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回家的路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